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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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胡卫华牧师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美妙 一个成功的爱情和婚姻里头 需要相配 相配有一个前提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不然我们不知道到外面去 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 怎么样是合适呢 必须要先知道 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性情 什么样子的个性 我们喜欢什么 我们不喜欢什么 我们的长处在哪里 我们的弱点又在哪里 这件事情呢 在我研读雅各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有一段非常美妙的经文 就在圣经当中 让我先说一个故事 大概在2003年 我还在加拿大念我的 旧约博士学位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的猜会 他们来找我 他们邀请我参与他们 圣经翻译的计划 这个猜会呢 在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地方传福音 他们发现 和合本的中文有一点难 需要相当的纯度 才能够读得懂 特别是我们的旧约圣经 里头的一些部分 以及新约的保罗书信 他们就有一个想法 希望呢 能够重新翻译 用比较浅显 比较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文字 把圣经里头所说的呢 再重新翻译一次 帮助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我正好在念书 所以他们就来找我 希望我能够参与他们的计划 在通过他们的审核之后 他们就邀请我来翻译雅歌 我一开始翻译的时候非常开心 因为在我硕士班的时候呢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读这本书 研究其中的希伯来文 觉得是学以致用 所以我很开心地参与他们的计划 也就开始定了进度 一段一段地往下翻 在第一章的开头 翻译工作进行非常的顺利 觉得里头的希伯来的诗非常美 这个爱情故事呢 也非常的感人 可是呢 很快我就碰到一个瓶颈 碰到第一个很大的瓶颈 是第一章第五节 我们和和本的翻译说 别路撒冷的这种女子啊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慢子 这节经文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头说 我黑 我美 中间有一个连接词 这个连接词 研究希伯来文的人都知道 这个连接词呢 有很多很多种变化 它有很多种可能的含义 和本选择的翻译式 虽然 却是 可是也有其他的翻译的版本 比如说 英文的版本 或者其他学者们 在注释书里头 所给的翻译 考虑到这个连接词 其他的可能 有人把它翻成 因为我黑 所以我美 有人把它翻成 我又黑又美 那个时候 在翻译的时候呢 我就必须要决定 到底 圣经原来的意思是 我虽然黑 却是美 意思是说 我很美 但是呢 美中不足 有一个 就是我有一个缺点 我呢 黑 或者 像有一些翻译本里头说的 我又黑又美 黑跟美 在这里呢 都是两个好事 黑 是一个值得赞美的 就好像它的美一样 又黑又美 可是呢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黑跟美呢 它是有因果关系的 因为我黑 所以我美 到底这个黑跟美 是什么关系 变成在这里 做翻译的人 必须要决定的 因为 每一种翻译 在文法上面 都可以成立 这个连接词 的确 有这么多种 可能的意思 所以就文法而言 它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 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 那时候呢 我就碰到一个难题 既然文法上面都可能 到底哪一个 是比较正确的 开始收集资料 开始做研究 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研究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以色列社会 当时的中东的社会 他们对于黑这件事情 他们到底怎么看 他们认为是好 还是不好 如果他们认为 黑是不好的 你把它翻成 因为我黑 所以我美 显然呢 就失去了 原来的意义 跟原来表达 是不一样的 如果 原来的黑 是一件美事 是一件好事 就好像我们现在 要刻意地去 某一些地方 或者到沙滩 到海边 去做日光浴 把皮肤晒黑一样 如果这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好 而且会追求的事情 你把它翻成 我虽然黑 却是美 可能就有一点点 离开作者的原意 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 最后我发现 经过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发现 在古代以色列的社会 差不多就是索罗门前后的这一段时期 以色列的社会呢 其实可以分成两大区块 以色列的中下层社会呢 他们喜欢黑 一个女孩子黑表示她健康 健壮 她可以分担家里头许许多多的劳务 她不容易生病 黑呢 被当成是健康美丽的一个象征 可是在以色列的中上层的社会呢 他们认为黑呢 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情 也许因为这些贵族 这些将军 大臣 他们希望和平民百姓有一些区隔 有一点点物以稀为贵的这个观念 他们希望他们的中上层社会的女生呢 是白白净净的 看出来他们的高贵 他们的家世的好等等 所以呢 这里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同样都是中东以色列的社会 可是在审美这件事情上面呢 两个不同的阶层 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取决的标准 现在问题回来了 那在这里要怎么样翻译呢 到底是中上层社会他们的标准 还是中下层社会的标准呢 我们都知道在雅各里头描绘了一对男女 他们的爱情故事 他们的婚姻 这个男生被描写为索罗门王 他是王 他是贵族 他在中上层的社会里头 他不单单在这一个上层社会 他是他们当中众人所仰望的 他是那个发号施令的 他是这一个国家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可是这个女孩子呢 他来自于看起来是比较低的阶层 我们如果说他是中下层社会 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他从中下层社会而来 那中下层社会呢 是需要每一个人家里头的男生女生 大家都必须要分担这个家里头 里里外外的工作 因为这些缘故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在这个爱情故事里头 两个不同的阶层 两个不同的生活环境 两个不同的价值观 各位我们想一想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女孩子当她说 我黑我美 她到底在说 我虽然黑却是美 还是因为我黑所以我美 或者她只是单纯的说 我又黑又美呢 在我研究雅各苏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在这边讲了一句 一句非常有趣的话 在希伯来文里头你要表达 因为 所以 或者 虽然 但是 都有其他更明显的连接词 可是我们的女主角却选择了一个非常非常模糊的 这个连接词呢 是希伯来文当中最多样的连接词 它有各式各样解读的空间 听的这个人呢 必须要根据上下文 说不定呢 也根据她自己的喜好 判断 来决定 这个女孩子在这边 她到底说的是什么 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黑到底是一个优点 还是一个缺点 这个女孩子在她的恋爱 婚姻的生活当中 如果她从以色列的中下层社会而来 我们可以想象她会碰到许许多多的难题 这也是在雅各书里头我们看到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第一章 第七节 这个女孩子说 我心所爱的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晌午在何处 使羊歇卧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这个女生问这个男生说 告诉我你中午你会在哪里休息 我想要找你 我们可以在一起 我们可以谈我们的生活天地 谈我们的梦想 谈我们的人生种种 回答的呢 是耶路撒冷的这一些女子 第八节 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若不知道 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 把你的山羊羔 木放在牧人的帐篷的旁边 耶路撒冷的女子 是居住在耶路撒冷城的 耶路撒冷城是当时国家的首都 在古代的社会会居住在首都的 都是有一官半职的人 说不定我们可以讲的更确切一点 都是王公贵族 这些女孩子 她们都是显赫家庭里头的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一些人也是所谓的上层社会 事实上呢 在当时的环境里头 所有上层社会的女孩子 大概每一个人都希望 所罗门王娶的是她们 如果是的话 她们就可以从原来的家庭当中 进入到王族里头 对她们来说是更美 更大的盼望 今天当所罗门爱上了 这一个中下层社会的女生 对于耶路撒冷的女子来说 这是一个威胁 这说不定是一个嘲弄 她们对于这个女孩子的回答呢 就带着相当程度的 细虐的口气 她们说 你如果不知道 不知道你的男朋友 不知道你的王在哪里放羊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随羊群的脚踪去 表面上听起来 你要找牧羊人 跟随羊群的脚踪 就可以找得到 但是仔细地想一想 那个区域 那个国家 不会只有一个牧羊人 跟随羊群的脚踪 最后可以找到羊 找到羊可以找到牧羊人 但是找到的是哪一个牧羊人呢 所以耶路撒冷的女子 其实给的答案 表面上听起来是帮忙 其实呢 说不定是帮了倒忙 如果这个女孩子 按着她们所说的就做了 她们最后 不知道会去到哪里 她找到的那个牧羊 找到那个帐篷 会是谁的呢 情况如何难以想象 在这样子有相当程度 不管是嘲弄也好 戏虐也好 或者说不定 甚至于是 瞧不起的状况之下也好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一段爱情故事 特别对这个女孩子来说 其实有相当程度的辛苦 这一段爱情故事 要可以开花结果 她们的恋爱 要可以谈得好 有很大的程度 关键在于 这个女孩子 她怎么看自己 她的自我形象 如果低落 她如果常常用外在的环境 别人的标准 来看她自己 别人觉得黑是好事 她就觉得黑是好的 今天她所谈恋爱的对象 是上层社会 他们觉得黑是不好的 所以她就觉得 我黑是一件不好的事 我们可以想象 在那个过程当中 她会有多辛苦 她完全不是上层社会的背景 跟出身 在那个环境里头 她显得格格不入 所有人的讲论等等 对她来说 都成为压力 都成为刺激 如果是这样子 就算这个男孩子 非常非常的爱她 她也每一天都在那个 哀声叹气 因为别人一直有 不断的有批评 不断有各式各样的嘲弄 如果是这样子 这个故事 这个爱情故事 显然非常的悲惨 这个爱情故事 要能够真正好 必须要 这个女孩子 她的自我形象 她对自己的认识 对自己的把握 是合乎中道的 我们都知道 在现代的社会当中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套 她自己认为 最好的那个标准 可是别人所设立的标准 不一定要成为 我们自己的标准 别人可能觉得 学历 收入 有没有房子 现在有多少的财产 等等的这一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那不一定要成为 我们看自己的标准 事实上 每一个人都需要 也应该知道 自己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人 按着圣经的信仰 我们知道 我们之所以有某一些 特殊的才干 恩赐 是这一些 而不是另外那一些 另外那些可能是我们 非常羡慕得到的 但是因为上帝 没有给我那一些 我要做的就是 把神给我的这一些 看为宝贵 发挥我的才能 让神给我的这一些 可以使用到最大 最好的状况 至于神没有给我那一些 我要可以非常地自由 非常自在地说 那不是上帝给我的 我没有那一些 并没有让我这个人 成为没有价值 今天的社会 说不定最需要的是 在自我形象上面 有一些好的反省 好的省思 当我们越认识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而不是根据 外在的环境 别人所认为好的 来决定 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 社会永远都在寻找 那一些千中选一 万中选一的 可是并不是 成为那样子的人 才是真正存在的 意义跟价值 这个女生她说 我黑我美 她留了一个复杂的 模糊的连接词在当中 有相当的程度 是要让听的人 自己去决定 她显然不觉得 黑有什么不好 因为接下来她说 我黑呢 如同基达的帐篷 基达是中东一带 这一些游牧民族 经常出入的地方 那里的帐篷又大又黑 那个黑呢 黑到像我们在马路上面 那个薄油利青一样 非常的黑 她说我黑 她没有丝毫要掩饰 她黑的这个部分 她没有把它说成 我虽然有一点点黑 好像灰灰的 她说没有 她说我像基达的帐篷 那样子的黑 你可能不喜欢 你可能不习惯 那是你的判断 我认为黑这件事情 是我的特色 是我的样子 我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人 不故意把黑的 说成白的 也没有要把白的 说成黑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 自我接纳的部分 她说 我知道我黑 黑得像基达的帐篷 我知道我认为我美 美得好像索罗门的慢子 我们有一些时候 在对别人施加的压力 我们会把我们的缺点 故意说成是优点 这不是真正的自我接纳 自我认识 一个真正好的自我形象 是不会根据外在的环境 来改变 不会硬要把缺点 说成是优点 也不会刻意要把一些优点 把它隐藏起来 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些 所以我们才会在 爱情的故事里头 我们因为认识自己 我们可以找到那个 与我们相配的人 社会永远都用 大众媒体流行文化里头的 这一些标准来看你我 我们大概所有的人 也永远都在这一些压力之下 好像学生他所穿的 他所戴的 他所用的 会让他的同学觉得 他是不是跟上流行 他身上有没有名牌 好像决定他这个人 会不会被接纳 会不会成为受欢迎的人一样 不是只有中学生如此 等我们渐渐长大 我们的职位 我们的收入 我们吃饭的地方 我们开的车子 所有的这一些 好像都会形成 对我们的压力 如果我们屈服 在这些压力之下 如果我们随波逐流 我们不会在那个过程当中 真正认识自己 反而是迷失 迷失之后 我们会不清楚 到底我们要什么 我们会连自己都不认识 在不认识自我的状况之下 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找到 那与我们相配的呢 连自己都没有了 还怎么个配法呢 所以我们需要 每一个人回到神的面前 按着神照我们的形象 样式 神为我们一生安排的计划 重新认识 到底我的恩赐 我的长处在哪里 到底我的弱点 缺点在哪里 到底我的特色是什么 是弱点是缺点的 不要硬把它说成是优点 是弱点是缺点的 是不好的 是我们应当要改的 是那些神给我们的优点呢 我们要懂得如何使用 至于有一些 他是中性的 对某一些来说是好 对某一些来说是不好 好像这个女孩子 在这里她黑 对一些人来说非常好 那代表她健康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代表不好 因为她显然不是来自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她的家族很可能地位不够 很可能财富不够 以至于她常常需要抛头肉面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如果是中性的 我们又如何看待 非常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在爱情当中 我们会不会因为过度的骄傲或者自卑 而造成情感的投射 造成我们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产生了补偿的作用 以至于我们的爱情故事被扭曲了 在这个女孩子和 所罗门王的爱情故事当中 也的确因着这个女孩子 她对自己的认识 肯定 带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发展 在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 这个男生 所罗门王他这样唱 他说 我的家偶啊 你美丽如德萨 秀美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开惊奇的军队 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 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对这个王来说 当时的所罗门王 是中东世界的超强 他不在任何一国之下 事实上呢 当时的中东 非常非常大程度 必须要听所罗门王的 他一个人的决定 就是当时各国的命运 可是呢 所罗门王自己说 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 为什么呢 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那个伟大 那个每一个人看到 都会觉得害怕 每一个人都扶在 他的权柄之下的 所罗门王 他却说 有一个人让他觉得害怕 为什么所罗门会害怕呢 那个害怕其实是因为 他希望取悦于 这个女孩子 当这个女孩子回头 看他一眼 所罗门突然之间觉得 他好像非常的渺小 在这一段爱情故事里头 让我们看见 那个在众人眼里头 好像非常巨大 可谓的所罗门王 却是在这一个爱情故事当中 好像一个小男生 如果这个女孩子 没有对自己 这样清楚的认识和把握 她是根据周围 外在环境的声音 来决定她的喜怒哀乐 决定她存在的价值等等 我们可以想象 所罗门大概不会讲这样的话 大概需要常常回过头来 安慰这个女孩子 因为她可能听到了 谁怎么样说她 谁怎么批评她 所以我们大概需要 常常不断地来安慰她 鼓励她 告诉她说 你放心 不要听他们的 我确实爱你 有最伟大的君王爱你 还有什么不好 如果是这样 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 完全不同的爱情故事 这里因为这个女孩子 对自己的认识 那个自我形象的健康 所以虽然她的出生背景等等 好像在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眼中 差强人意 可是呢 她却可以跟所罗门有一段 坚珍美丽的爱情故事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学 也需要学习的 认识自我 不但让我们可以在 人前人后懂得自处 懂得自我期许 懂得自我发挥成长 也帮助我们知道 到底我们要找的人 是什么样子 找到那真正与我们相配的 是那个相配 让我们继续可以 把原来的这个自我 可以表现得更好 可以发挥得更完整 因为找到两个真实的生命 而不是打肿脸充胖子 不是我们捏出来的假象 是我们真实本来的面目 而真实本来的面目 是上帝所给我们最好的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有一些时间 重新回头想一想 我们的兴趣在哪里 我们的优点 长处 特性在哪里 改掉那些缺点 抓住那些优点 让我们一起来经营 美好的人生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信他的道路 因为是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耶和华的耶鱼必处 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耶鱼必处 耶路撒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